好 观众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在今天联合晚报的最新消息 头版头就是针对杨淑军这次判施阁 那么现在看到有最新的一个回应了 那么世界台总秘书长梁正席 他今天开的记者会 他就说电子袜是可以穿的 没有问题 可是是他贴在违规的位置 他直指杨淑军把这个贴片贴在后脚跟违规的地方 而且是进场之后才贴的 那么因为感应片袜子都是黑色的 所以一时之间很难察觉 后来是因为电子技术人员发觉异常 所以呢才会喊咖 那么杨淑军他觉得委屈 他说我是当着这个简陆的面穿上这个袜子 我也是照着说明书去贴上去的 那么当然是没有作弊的 那么教练也帮他说没有作弊的动机 那么但是呢 当时简陆裁判也没有讲说这样穿违规 甚至说我进场之后才贴上这个感应片 很离谱啊应该掉影带来看 显然双方是各执一词 有如罗生门一般 但是呢 那么梁振席也就是这个世界台总秘书长 他警咬说你就是贴在违规的地方了 所以就是判施阁是判施阁确定 好那么但是我们来看看 因为一个电子袜的事件 候选人纷纷来参一角 那么大家就来抢票了 比方朱立伦就说 今天晚上广州亚运中华城邦队要跟日本棒球队交锋 所以我们要号召网友来支持我们的棒球队 那么郝市长也说我们要征办亚运 但是呢 这个苏贞昌就说 官员失职民众很失望 蔡英文就说政府软弱 才会让我们的国人感到